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 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 免费摇转全世界 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 作为飞行员 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飞行每套航班保障乘客的安全和舒适 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 苦 累 压力大不说 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 明天首航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 情话特殊 让你们跟着我熬夜 谢谢兄弟们 咱们做民航班 其实哪个岗位都不容易 女士们先生们 天启元一本次航班取消 乘务员这份工作 没有人是天生就适合的 不要给自己抬挡压力 要相信你自己 我喜欢飞行 而且从来没有后悔 请大家相信我 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 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 这份职业 只有心怀责任 才能走得更远 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 在你们的身上 我能看到一心热爱飞行的上 希望你们能够 上宿里面的实力 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能出现任何疲惑 几代民航人 所有的女 都浇注在那八十分钟的大家午身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